5月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接近尾声 在四天的展览时间里,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内 8万平方米的展区人头传动 国际展商谈订购异想,前销售大单 他们又一次见识了中国消费市场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尝到甜头后,第二届销博会还想来吗? 其实我应该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海南省金发局的一位鲁斯兰先生 因为他到了我们公司招商,跟我们做了个解释 才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就当下立即答应了 来到这边发现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其实我以前没有参加过一些其他的平台,太可惜了 而且我也跟鲁先生承诺,明年还要来参加 而且我要加倍我的就是摊位的面积 因疫情原因,韩国多家中小企业的代表 没法来中国参加首届销补会 作为韩国中小企业馆联合参展代表 朴云本此次代表韩国50家品牌 带来美妆、家具、生活用品、食品等商品来销博会参展 意想不到的收获,让他将目光又瞄准下一届销博会 我们这次都找供应链或者找渠道,主要用很大 然后现场的销售也是不少 我们现在差不多50家当中30家的商品已经只有一个样品 其他都准备的商品都买好了 对于下一届我们要主动参加,然后可能规模比今天还大一点 今天我们组织了50家,明天可能会组织100家左右 然后掌位的面积也会大了两倍左右 我们就这样期待 施华落实起水晶业务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孙觉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集团总部对首届销博会非常重视 此次带来的全新视觉形象和产品通过销博会得到大众认可 也赋予了他们信心 我们也看到了很大的对我们品牌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包括我们的观众也很多 对于我们新形象、新产品都加以了很多的关注 所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跟销博会有更多的合作 记者从5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销博会意向展商集中签约仪式上获悉 首批40余家展商与销博会组委会签约 涵盖时尚生活、旅居生活、服务消费、珠宝钻石、食品保健等板块